大家要知道在灵魂的状态是没有分男女之分的 戴了水晶这么久都感受不到能量 我相信不是水晶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不要紧 上来找我Peter Sir 我一定教你可以感受到能量 之前我有说过拉长石有什么功效 可以帮助找到灵魂伴侣 就是我们的宿美 有些人问戴左手还是右手 当然是戴左手吸他的能量 有些人戴左手是会帮到心灵的创伤 是改善了自己的性 但问题是伤心伴侣我也找不到 今天我教大家有另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不用用这个拉长石 我们用什么呢 这是一个水晶球 大家可以看到 是圆形的 一个白水晶 一个黑水晶 黑色的问题不大 你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品种 黑耀石 黑碧西 这些都可以 那怎么做呢 一般我们经常说打坐 这样黏着眼睛五分钟 今次不是的 你不需要每个手放 你只是一只手 放左手就行 右手就行 我们去做一个旋转 就是这样 为什么这样说呢 正所谓一阴一阳之慧道也 你只是这样做 多久呢 大概是三至五分钟 睁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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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赏一个太极 在脑口里面太极 太极就是一黑一白 阴阳之道 产生变化 大概三至五分钟 你试一下 我相信你一段日子 大概不会很久的 你就会找到你的伤身伴侣了